好,弟兄姐妹早安 感谢主我们继续来领受上帝的话语 今天我们要读《使徒行传》22章6到10节 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将到大马社正走的时候 约在香午 只忽然从天上发大光 世面照着我 我就扑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对我说 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我回答说 主啊,你是谁 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 与我同行的人看见那光 却没有听明白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 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 主说起来进大马社去 在那里我要将你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 好,那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这次保罗在大马社的路上 所发生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那边说 他说同行的人看见那光却没有听明白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 所以对我姐妹们看见 那这个扫罗整个的改变是因为他第一个他看见 第二个他听见 他看见还有听见 使得他整个整个的状况 整个人生有一个很大的翻转 那昨天我分享了保罗 他说他将万事都当做有损 他心中的自保就是主耶稣基督 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决定 是因为他亲眼看见了耶稣 他发现没有什么能够与耶稣的 耶稣与我们的主相比较 地上的成功 豪华的享受都不能够比跟随主更好 有人这样跟我说 他说牧师 我没有办法像保罗这样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真的是很诚实 很多的基督徒就只想在地上做财主 到天上能够做拉撒路 其实那是因为我们不够认识我们的主 全世界的许许多多的人 弟兄姐妹你要知道 神祝福每一个人 神希望我们能够成功 神希望我们能够丰富 但是神更重要的要知道的是 我们的心到底是怎么样 你知道Bear Gates 他是全世界的首富 最有钱的人 这么多年好像已经超过 十年他都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可是在十几年前 他就已经做了一个决定 他宣告说 你们不要再叫我是科技人 Bear Gates 在科技微软 就是他发展出来的一个系统 弟兄姐妹到现在 还没有人能够找到另外一个系统 能够这么世界这么普及 弟兄姐妹 可是他在他的心里面 他说我不要再做这个事情 他说我要做慈善事业 所以从十几年前开始 他就不再把他的心思放在这些事业上 他只想去做一件事情 他宣告 他说我要把上帝给我的钱还给上帝 他开始要用上帝给他的钱去祝福很多的人 他在很多比较落后的国家里面 帮他们盖水库 教他们怎么样的耕种 希望他们能够改善他们 他们饮水的问题 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的环境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 神这样子的祝福他 原因弟兄姐妹不是有钱就不好 不是的 弟兄姐妹我们看见 这个Bill Gates 他给上帝让他成为我们的一个见证 弟兄姐妹 神是多么的丰富 神是多么的希望 让你能够活在他的丰富的里面 活在他的祝福的里面 然而神很在意的是我们的心 如果我们的心在这些钱产 在这些事实上的东西的上面 结果是什么 这些东西都变成我们的害处 使我们失去了天上的祝福 天上的祝福 所以神非常在意 所以当我们的心归向神的时候 你看见其实你的人生就会完全的不一样 上帝的祝福就远远不绝地临到你的身上 弟兄姐妹 可是我们要怎么样让神能够放心 把钱财或者把更大的财富交在你我的手中 这是一个你我都要很注意很做知道的 弟兄姐妹 你看见大卫在哥利亚的面前 他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证明什么 在大卫的心目当中 神的名比他的生命还要更重要 所以他宁愿舍弃他的生命 他也要跟哥利亚拼一场 因为前面我们看见 这就是大卫的心 那两次神把扫罗放在他的手下 可是他没有杀他 为什么他认为扫罗王是神所高的 是神的受高者 所以他认为神的受高者比他做不做王还要更重要 所以弟兄姐妹 他用这个东西来证明一件事 神他把神摆在第一位 所以在诗篇十六篇 他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他说我长江耶和华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智摇动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居在指望中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想神在很平常的事情上 就来看看我们 到底我们的心 是不是神可以放心托付我们的 弟兄姐妹感谢神 神正在找这样的人 你知道吗 因为在历代之下 神那边说神变察全地 神的眼目 说神的眼目变察全地 他要寻找什么样的人 心中向他存着诚实的人 心中向他存着诚实的人 那这样的人 他们如果能够找到 他说他要用他的全能 他的大能来帮助他 让他能够成功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神 那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神的地位到底是什么 我们的工作比较比上帝更高呢 我们生活的品质 我们期待的品质 是比神的事情更重要吗 还是我们的儿女 这个一切 我们都放在天明上 一趁上帝总是浮起来 我们的事情总是沉下去 那弟兄姐妹我们看见 如果我们以神的事情为念 耶稣一举一件事 祂说你们要先求神的果和神的义 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 上帝都会加给你的 天父都会加给你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神 我们就看见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保罗摆在我们的面前 保罗的一生他轰轰烈烈的走过去 那当然每一个人的使命不一样 但是弟兄姐妹 可是原则是一样 神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保罗 保罗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个这样子的人 弟兄姐妹只有一件事 当他认识了耶稣以后 他就以耶稣做他的自保 如果你的人生也是一样 你把耶稣当作你的自保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就带着带着所有一切的祝福 无论是外面的祝福 里面的祝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担心你会不会成功 我们所要担心是 我在神的面前 我的光景是如何 弟兄姐妹 上帝祝福你 我们用什么东西来证明 今天是不是可以做一件事情 让神能够证明 神在你的心里面 祂是第一 祂是最重要的 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把神常常是摆在最后 等到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再来求神 弟兄姐妹 可是这样子是不行的 这是不行的 刚刚信主是可以 可是你现在你慢慢 上帝就是要来认知一件事 神在你心中的地位 祂是不是神 祂是不是第一 如果祂不是第一 祂就是什么都不是 所以弟兄姐妹 求主祝福 让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我们会选择把就像保罗一样 把耶稣基督当作祂的自保 弟兄姐妹 感谢主 不要让保罗所当作粪土的事情 成为我们的宝贝 而保罗所当作自保的 我们却把它当作粪土 求主祝福我们 弟兄姐妹 感谢主 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爱主的 弟兄姐妹 但是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做一件事 让神能够安心 一直到我们是以我们的神做我们的自保的 主与你同在 阿们